哈哈哈哈 你爸爸抱著他走 Hello 大家好 真的很久沒見 你們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應該知道肚子裡多了一個寶寶 話說我們覺得 其實小朋友出生後 那兩年都完全沒有機會 享受一下 玩一下 休息一下 所以我又很想來這間酒店 所以這次 就帶上長老 一起幫忙 照顧寶寶 我就可以有空間拍片 而且也是很喜歡這間酒店才來的 大家都會發現一路以來 我都很少去 Staycation 不是沒有拍 所以就沒有去 因為很難 Halbert也是一個很 我們又不可以直接叫他很高敏 因為有些東西他又很低敏 但是他就是一個不容易接受生事物 去到新的環境又會害怕 然後可能見到多陌生人 他也是會害怕的 所以一直都戰戰兢兢 但是其實現在 現在已經是來到這裡 這個旅程的一半了 我就想說這裡真的很適合他 因為這裡是親子酒店 很多的細節 都適合得這麼巧 盡量又是令他 沒有了他那些很害怕 很緊張 很幽閉的元素 我就慢慢逐一介紹 為什麼我覺得這間是一間很好的親子酒店 故事的開始已經是第二天的早上了 話說昨天就去了水上樂園 所以都已經玩到沒有了半條命 所以今天一起來 真的要拍一拍這個room tour 首先這個洗手間 大家都看到正常的一些洗手用品都會有 但我覺得這個很溫馨的 就是他們會有特別的 是專為小朋友而設的一些 就是牙膏牙刷 雖然其實我覺得做故事 可能都會自己戴 但是你其實看到 你就會覺得都很溫馨 而且它都是這些 就是木還是竹的材質 然後那個牙膏都是特別的 所以這些細節我就覺得很可愛 很貼心 還有小朋友都會有他們自己的 一些BubbleBub的侮辱路 又跟大人的不同 所以就覺得親子酒店 可能真的都有特別照顧到小朋友 這點是很刺激的 我這間房就是位於走廊盡頭的 全海景露台房 這間房間都有海景 分別在於它是一個轉角位 變相就是一個270度的海景 連床尾那邊都能看到海 房間裡有一張King size的床 如果你小朋友中小的話 其實三個人睡都可以的 酒店的吉祥物 這隻熊貓叫做婦婦 另外呢 兒童睡衣等等 其實都會給11歲以下的小客人 而房間裡都準備了很多小玩具 譬如這些填飾紙、顏色筆 都會滲入了一些環保的概念 在裡面的 例如那支種子圓筆 原來真的可以拿回家 放到泥土裡種植物的 我這邊的位置是比較靠近深灣遊艇會的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可以看著這個景色 可以享受浸浸 當然一般淋浴的設施也會有 而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都是比較害羞的話 都不要緊 按個按鈕 鼻梨就可以蒙了 那另一邊 你會發現一個隱藏式的廚房 其實就有一個接門 裡面一些基本的設備 例如微波爐、水煲都會有 比較特別的是 都有很多人介紹過 他們沒有瓶子裝水 所以要出走廊裝水 你也會看到這個動作 總共是省了多少個水樽 這個景真是無敵 它是一個很遼闊的海景 沒有遮沒染 你看出去就是一片海洋 所以真的很舒服 題外話說說 之前都試過在其他酒店 嘗試上staycation 但是由於蝦蝠豬一出電梯 就見到一條很密閉的走廊 其實只不過很正常 兩邊都是房門的走廊 它就很驚恐 大喊完全不肯走出電梯 這次一邊完全是落地玻璃 它基本上來到這裡就已經很適應 很喜歡這個地方 真是有點緣分 這裡的毛邊就是泳池 一向都是打卡熱點 有人陪女兒玩的同時 我就決定用這個時間 去跟小BB拍照留念 這裡其實一個角落 你都預料到有數個單位在拍照 所以大家其實都很體諒 也會很禮讓 拍完又下一批朋友這樣拍 因為這裡也是有分流的措施 所以其實我的時間是差不多遠的了 但是他們還沒下來 然後我拍我的圖圖照 又已經七七八八了 所以我希望他們下來可以玩到十分鐘 就知道 他說很熱 所以他要衝出去 他製著裡面的船就跑走了 哈哈哈哈 你爸爸抱著它走 我先找找 好 這樣 我不客人 不客人 然後坐著 很漂亮 看門出門 他終於千呼萬喚也下來了 但是由於是一個比較不容易適應生的環境 不容易接受新事物的意義 所以昨天在水上樂園都擾讓了很久 但因為今天的時間鏡就完結了 所以如果今天不擾讓我們就要去吃東西了 五分鐘了 浸到五分鐘了 如果水再冷一點就好了 開始曬了有點熱 那你不如再拍一點吧 我在裡面最遠的閉氣 我可以閉氣游很遠的 看不到夜來 算了沒有了 我可以閉氣游很遠的 三天的旅程裡面我們都試了很多間餐廳 最基本的口罩套 兒童餐具 披肩 hi-chair 基本上不用怎麼說 見到你一家大小再加一個孕婦 基本上都會自動送到 其實這裡的餐廳都很出色 很多人就算不是來住都會預約來吃 其中星耀郎都幾多人會來預約自助餐 我都試了這裡的早午晚餐 但是因為我是一個吃全熟食的人 所以我就未必是一個介紹自助餐很理想的人選 而熟食方面我覺得都真的很多選擇 當中又以咖喱我覺得是最出色的 還有他們的自製pasta都很受歡迎 就在星耀郎對出其實就有少少的室外遊樂設施 如果你好像我這次這樣人手很充足的話 就可以輪著和小朋友出去玩一下 其他人就可以很安心地去吃自助餐 你看這個人笑得見眼不見眼 大讚一下自從有了小BB之後 爸爸真的出盡奶力臭女 又好像陌生人一樣的關係 但是現在已經可以一打一去上慶祭班了 所以最近我可以坐下來吃一頓熱的飯的頻率 就變得非常之高了 而且其實我覺得它回到N班之後都是好了 沒有再全天好像樹紅一樣夾著我 真的會放膽到處去探索 這件事都是老懷安慰的 這裡的playhouse探險家都是很出名 跟泳池一樣都是要提前預約的 而住客最多就可以預約兩個section 我們都期待在這裡玩很久了 一進去就會見到他們預留了這些 好像活動室的地方 相信將來就可以舉行一些workshop 而現在沒有人用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任玩 值得一讚的是他們的圖書角 都收藏了很多跟保育有關的書 貫徹酒店的主題 佔地6400呎 七個遊樂園區 如果你的小朋友大過我們一點 應該都適合玩的 而且全部都包了遠墊 即使像我們這樣 有一匹奔放的野馬也不用怕 而其實我去到這個月份 已經開始不太追到他 很疲倦 但追不及也不用怕 因為這裡周圍都很安全 地方很大 真是放電一流 我們都玩足兩個section 你太誇張了 手放那個 hospice sprice 她就不太軟了 nó 是 我奇葩那黑是黑的 你找在哪裡 你找呢 我們過在那裡 你找黑色的情況在哪裡 好,再上去,再上去,去找吧,自己去找 下面的,是嗎? 在那裡,是呀 那我可以上去嗎? 你放著它 在那裡嗎? 啊,怕怕 只有我自己一個,以為可以拉上映,黏在你 怎麼知道我每次在那裡,它就跑走了 這個是這裡的play room 其實都很出名,因為很多人都知道這裡的play room 是很多東西玩 還有,都很安全,所有東西都包了,軟軟軟 又不會說很容易撞到,跌倒 但其實這裡都是一樣,都是funtime slot 所以都是預早就預訂先就最好了 三天兩夜的旅程來到這裡,差不多尾聲了 老實說,真是我這兩年最坦的三天 一句說完,吃得好,住得舒服,小朋友玩得開心 雖然大家都欠崩頭預訂的餐廳,包括沙爹軟 和他們很出色的中菜廳叫做玉 因為要照顧小朋友的關係,其實都不可以細細品嘗 但即使是快吃,都知道它的水準非常之高 甚至值得只預訂餐廳回來再吃過 我這個staycation界的大鄉里,不是住過很多間香港酒店 但今次在Fullerton的體驗都可以說是無可挑剔了 加上第一天可以玩水上樂園 而我選的日子,time slot等等,全部剛好都挺帥的 不算很多人,是去到星期日那一天,東西要開始排隊了 沒那麼快飛的我,這個trip已經是非常心滿意足 不知道射課之前還可不可以去多幾個地方玩一下 不過,真的要先回一回氣 因為這次真是盡興,我們全家都累得爆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bye bye